来了来了老虾们 你们家的青花椒已经开始菜摘了哈 这些青花椒全是我们自己家种子的 这种青花椒有香有麻辣来煮一炒菜 炸青花椒油都好吃的很的 想吃老虾搞一点点来试一下嘛 不放油和盐 简单几步搞定营养早餐 又香又酥 做法非常简单 两个我自己下的蛋 加葱花火腿丁 搅拌均匀 锅中放一张手抓饼 加一勺鸡蛋液 翻过来包裹着 小火煎至两面微焦 就是这么简单 喜欢点赞收藏 你们看我叫做辣椒面安逸不 今天新的只做了辣椒面哈 搞得来吃不安逸得很 来填满红虾牙籽出锅了 有没有想吃的呀 有想吃的来我家吃啊 为什么饭店的白灼生菜 那么翠绿好吃呢 碗中放蒜末 葱白末 红椒丝 用热油激发香味 好吃的关键是 这个调制好的白灼汁 搅拌均匀备用 水中放少许盐和食用油 烧开后放入生菜 烫30秒即可捞出装盘 最后淋上调好的白灼酱汁 鲜嫩爽脆 老乡亲 看看我家今天才做的辣椒面安逸不 撒上这个足足感 你们看安不安逸 飽飽飽死吗 蒸熟的紫薯 加一勺白糖 一勺牛奶 压成泥 加一把芝士碎 取适量团成球 饺子皮感薄点 包入紫薯球 压成圆饼 蘸些水 撒上芝麻 小火煎至八面微焦 超好吃的爆浆紫薯饼 奶香味十足 你也赶紧试试吧 锅底铺上葱姜蒜 焯好水的五花肉 鞍唇淡 一包红烧料 拌瓶82年的啤酒 和一碗清水 扣盖煮30分钟 出锅了 太香了 这样做的五花肉软烂入味 大人小孩都爱吃 你们看 我叫做辣椒面安逸不 今年的新辣子做的辣椒面 搞得来吃不 安逸得很 你们看 我叫做辣椒面安逸不 今年的新辣子做的辣椒面 搞得来吃不 安逸得很 土豆别总炒得湿了 今天做成土豆丝饼 外酥里嫩 又香又脆 土豆切成细丝 加盐五香粉 一袋煎饼粉 这是酥脆的关键 搅拌均匀 锅中刷油 放入土豆 摊平后撒上芝麻 煎至两面微焦 撒上辣椒面和葱花即可 这样做的土豆饼 外酥里嫩 吃了还想吃 清蒸鱼直接上锅蒸就是大错 多加这一步蒸出来的鱼肉 又鲜又嫩入口即化 五块一条的鲨鱼一面切三刀 水中加一大勺盐 加葱姜搅拌均匀 放入鲨鱼浸泡十分钟 这一步能让肉质更加鲜嫩洁白 水开上锅大火蒸三分钟 再倒掉这个很新的蒸鱼水 放葱花椒热油 再淋上这个饭店都在用的白灼汁 这样做的清蒸鱼入口即化 还没学会的 我明天就带着鱼去你家教你呢 五花肉刷油 撒一包烧烤店都在用的烧烤料 按摩十分钟 放在锅中摆上大蒜子 空气炸锅190度40分钟 出锅了 香气四溢 蒜片生菜果的吃 好吃到停不下来 五花肉不要切断 刷上一层油 撒一勺盐 一包这个好吃的烧烤料 按摩八分钟 放几颗大蒜 放入空气炸锅 或者烤箱烤1200秒 放上蒜片 生菜果这根本不够吃